另外这个中午的旅游系列报道 我们要带您到澎湖 白天澎湖适合玩水看风景欣赏古迹 而在晚上尤其是夏天的时候 有许多热闹活动和表演可以参与 跟着我们的镜头一块到G岛去 澎湖在每一个夏天都会举办一系列的烟火活动 那这应该已经结束了 不过因为反应实在太热烈 所以主办那位决定再加开一场 五颜六色的烟火在马公上空 一发发的绽放 帮澎湖这个夏天的夜晚画下完美句点 前来观赏花火节的民众 有的人眼睛舍不得闭 有的人拿相机 摄影机 记录着每一秒 不想错过任何一刻 而烟火放完 该回饭店民宿的时候 大家都依依不舍 但每个人脸上都挂着微笑 场景仿佛刚看完跨年烟火晚会 光赏花火秀当然不够 还有音乐节 还不敢 好 我在唱 每年夏天 澎湖出的烟火秀 音乐节 还有彩绘时尚泳装秀 沙雕比赛 趣味竞赛 另外还有千古和大木船 摇鲁文化巡礼能体验 活动几乎多到玩不玩 令人想要明年再来玩 明日新闻 汪人吴志宏 澎湖报道 再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 再次